首先,让我们通过图表来了解一下受害事件的种类。 次胞动物造成的伤害占了一半以上。 鬼油等鱼类,以及海胆、海星等带来的伤害也在不断增加。 此外,还有少数伤害是由海蛇、玉螺等造成的。 次胞动物包括水母、海葵以及珊瑚类等。 在冲绳生息着一种叫做湘形水母的大型水母,造成了不少伤害事件。 此外,僧帽水母、海风、海葵等也会伤害到人类。 首先,来了解一下湘形水母。 湘形水母是半透明的,所以很难注意到。 从白色果冻状的散状体四角,分别伸出七根左右像绳子一样的触手。 这些触手就是用来刺伤敌人的。 湘形水母长大后,散状体高达十公分以上,触手则将近两米长。 这是被湘形水母刺伤的人数。 大型湘形水母出现的时机也是海水域的旺季,因此会出现很多受害者。 那么,在哪里游泳才会安全呢? 有的海滩设置了防止水母入侵的防护网。 这些水母防护网可以使我们在享受海水域乐趣的同时免受水母的伤害。 它好像被湘形水母刺伤了。 幸运的是,附近有巡视员在,能够为它做应急处理。 被湘形水母的触手刺到的地方,会出现红色的水肿。 被湘形水母刺伤时,请不要用沙子揉擦,而是立刻浇上大量的醋。 之后,轻轻地把扎在皮肤上的触手取掉。 如果感到疼痛时,请用冰块的冷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